今天是2020年8月30号 今天祖国统一台湾了吗 快了 今天是2020年8月30号 今天走过同一台湾没 快了 Today is August 30, 2020 Hash China will find it Taiwan today very soon 大家早上好 我现在在上海的虹桥机场 你们可以看到上海这两个字吗 在这边 我今天要去的地方是北京 北京 你们看得清楚吗 今天的话呢 是我早上买了一张7点多钟的机票去北京 那么晚上也是7点多钟 从北京的首都机场回来上海 今天呢 就是去北京找一个朋友玩 因为呢 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北京了 然后北京有一个我的好哥们 然后呢 去找他玩一下 单纯的话 就是吃吃喝喝 找好朋友聚一聚 很简单的 北京一日游啊 这个就是上海6点钟的虹桥机场啊 你们可以看到到 飞机的话都停满在这边了 都停满在这边 不知道大家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有多久 没有坐飞机出门了呢 又或者说没有坐火车出门呢 还是待在原来的城市呢 希望这个疫情呢 真的快点过去啊 然后我们该上班上班 该出门的话就出门 该旅游的旅游 希望生活的话呢 回复到以前一样啊 我刚才留意到 这个机场的电视机呢 在播放我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啊 刚才在播放这个招文天下 现在是广告时间 给台湾的朋友看一下啊 我们的机场 有播放我们中国大陆的实际的情景 实际的新闻是怎么样的 台湾人呢 别再做景点之外了啊 多来大陆看一下 欢迎你们来大陆 如果你们来大陆的话呢 我们其实还是把你们当朋友的 但是如果你搞台独啊 搞台独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敌人 今天的视频就更新到这边 我的登机口的话呢 是63号口 我现在要走过去了 因为6点20要登机了 现在已经是6点13分14分 我要抓紧时间过去了 那么我今天就要去北京玩一下了 那么北京的朋友啊 你们好啊 希望首都的朋友啊 也是加油 因为之前首都曾经也是发生过一段时间的 疫情爆发 现在的话呢也是稳定下来了 现在的话是新疆的疫情 有比较严重 不过也是连续十几天没有出现这个确诊患者了 希望我们挺住吧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更新到这边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再更新一个小片段 今天的话呢 5月30号的人民日报新闻就是习近平主席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堂会上面强调 我们呢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智障方略建设 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西藏我之前也去过一次那也是希望以后有机会给再去 我看到这份报纸的时候我突然有个想法你说哪天我们祖国统一的时候呢 这边的一个正版的一个新闻就是解放台湾祖国统一了 我相信到时候人民日报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新闻 但是具体什么报道用什么标题还是值得期待一下呢 不知道大家好不好奇到时候的报道会是怎么样啊 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到时候祖国统一的时候呢 人民日报的一个报道 我们共同来见证